HELLO 大家好 Welcome to my channel 未訂閱的朋友快點訂閱啦 萬眾終目的天官似福開拍啦 我之前不是說過嗎 你弄得好像新聞一樣 我知道 不過我有一份網傳天官似福的演員名單 我也看到啦 你真是慢半拍的 有很多人不知道 你每次都疾頭疾細 你是不是想失業啊 不是不是不是 快點開始啦 這部戲改了名為吉星高照 好老套的劇名 為何要改名呢 因為原著是丹美小說 題材敏感的都要跟原IP分離 就好像掌中之物改名為陽光之下 物讀改名為深淵 二蝦跟她的白貓獅珠 亂說 二蝦就因為原本的書名實在太奇怪了 不過 上半年播的山河令 原著名是天崖蝦 看來以後的單改都要改名啦 那些天官似福的角色 都要跟蜜毒一樣要改名啦 我猜應該要的 那花城就要改為草城啦 哈哈哈哈 但是通常都要取諧音的 我猜花城就改為華城 謝蓮就改為謝蓮 毫無創意 不要再說廢話啦 要不要開始說演員名單啦 要當然要啦 第一個是飾演謝蓮的習蕭敏 她是剛剛解散的藍團RISE的成員 她參加過選秀節目明日之子第二季 和創造型2019 愛奇藝的大IP 選擇自己選秀節目出來的 選騰訊選秀出來的人 可能U9的人演技不太行吧 你看看之前上演員請就為那幾個 萬人群周 哈哈哈哈 U9的粉絲冷靜一點 我講笑而已 做人要有點優密感 好多人都知道啦 有好多因素會影響選角的嘛 人氣啦 公司 合約外形 演技等等 不過應該跟演技真的沒太大關係的 摘蕭文之前做過 暗暖骨身懷藍 和李微笑時肯美 都沒有說演技好差 不過應該都沒有好到可以打敗 青春有理的100個男人的 演技我就不太清楚啦 不過外形就 16cm 做謝蓮不會太高嗎 天光似福的CP 不是應該有身高差 做這個賣點的嗎 可能一高一矮 公秀太明顯了吧 要儘量減少BL的元素 就選個高的謝蓮咯 澤蕭文都幾青靚白正 有些粉絲的基礎 選他做謝蓮 都不算太勉強的 選角除了不是在青春有理之外 我都不算太意外 如果謝蓮的選角不意外 那花城的選角就更加意料之中啦 張寧下 我隱約知道她和陳瑤柏 笑主大人之外 我之前真的不太認識她 你看一下 我上次連名字都說錯呀 哈哈哈哈 這麼失禮的事 你還不看? 我不認識她的 不過認識她的公司 眾星時代 是趙老師和李一彤的公司 個個都是資源卡 看看張寧下之前做的角色 怎樣說得上是資源卡 不過李一彤之前幫外奇藝救過場 她現在拍的九宵寒夜戀都是外奇藝的 還要拍檔偶像練習新出來的不敏棍 她的公司和外奇藝關係應該不錯 可能是資源自換一下 幫張寧下拿到這個角色咯 嗯,都有這個可能性 張寧下外型都不錯呀 加上身高188 完全適合做花城的 比之前傳的都好很多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我們花太多時間在主角上 快點說一下配角吧 飾演C清源男裝的時候 就是常華心 女裝的是黃月姨 我都不認識的 幸好有女演員分演女裝的C清源 我超怕要看到男裝女裝 常華心參加過青春有你第三季 都算青靚白正的 黃月姨在蒼蘭厥 和一生一世都有演配角 嗯,這兩個演員 應該和外奇藝有些關係 應該有婚約啦 地絲是田許玲 這個演員網上沒什麼消息 只有一部代博劇 是新演員 網上的照片都太細張了 還是P圖 看不出適合角色咯 都沒什麼可以評啦 之後就是我最期待的角色 登登登登 就是孫姬 這個角色除了是女的 有什麼特別啊 痴情願苦的女將軍 超有Feel 做孫姬的就是劉寧之 又是青春有你出來的 嗯,她生得挺有性格 看來都適合演孫姬這個角色 不過看來好像沒什麼演戲經驗 孫姬這個角色情緒要大喜大樂 不容易處理 做得好,這個角色很容易出圈 陪冥就是劉瑞飾演 她之前做過很多配角 不過這個外形可以做到 蜂魔萬千少女的風流將軍嗎? Low comment 但我知道她很適合做渣男 她在獨孤天下當羽文溫 我真的想刮她兩巴 完全可以做到陪冥 哈哈哈哈 其他角色有做靈敏的劉俊賢 平岳華的新人 之前參加過央視選秀節目 雙線八華彩少年 做半月的就是王日瑩 做過超短網劇通靈菲 還做過網劇探俠簡不知的小妖女 做朗千秋的就是丁家文 就是清平樂的曹平曹哥哥 之後飾演漆容的就是邊天楊 咦?這是知府中的少年顧亭業 為何兩個之前拍過正午陽光大劇 都沒什麼可資源 還要在單改劇中做這麼小的配角 起碼這個是大IP 好過很多人 現在大陸演員這麼多 競爭這麼大 全部都是資本角力 所以要找個有背景的大公司 差不多都是這些 嘩!很多瘦人 全部都是Kerlefe 嘩!這些人容易被長藥綁住 資本才會捧他們 之前還吹水吹這麼多有名的演員 想都想到了 聽聞他們花了4000萬去買這個IP 證明這個IP的吸引力 為何還要花錢請這麼貴的演員 當然是捧新人 還可以用藥綁住 那又是 這部電影擺明是跟著陳成玲的套路 不知道這部可不可以跟陳成玲一樣捧個頂樓出來 難很多 前面單改101 有這麼多競爭 我們好像皇帝選飛一樣 每個月點燈一部單改戲 哈哈哈哈 這麼多飛子 浸噴不下 好了差不多了 我們下班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你看好哪部單改戲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和Subscribe啦 拜拜